2010年,何云伟和曹云金退出德云社,这给了郭德纲重重一击 其后几年在采访中,郭德纲还称这件事会记一辈子 不会报复什么的,难道单纯记在心里还不行吗 当时的郭德纲远没有现在这么云淡风轻,能够说出这些话 说明即使事情过去几年了,他对这两位徒弟的退出都无法做到释怀 后边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可谓颠覆了很多观众对相声行业的观念 儿徒和师父反目成仇,并且在网上骂战,双方各种阶段令人无限感慨 相比曹云金,何云伟做的有过直而无不及 上次直播的时候,一句郭德纲来了没有,我们不欢迎郭纲等等的话 可见他心中对郭德纲的恨意 最近何云伟又开始了直播,并且把直播的主题定为 做人应该感恩,这基本上贯穿了整场直播的内容 观点自然是老生常谈,提及感恩,每个人都能写一篇小论文 但是这个主题让何云伟来解释,总觉得有点不是味道 有种底线是怎么练成的质感 郭德纲有句名言,你把他们当儿子 但是他们是真没把你当爸爸 其中最主要的指的无疑是何云伟 郭德纲学艺的过程秉承老先生的传统方式 早年他在授徒的时候也采取了相同的方法 张云雷学艺过程中就吃过不少苦头 比如背罐口错一个字,郭德纲会给他一巴掌 他的解释是,因为这个巴掌 徒弟在背到这里的时候就会长了记性 所有的徒弟都受过郭德纲的责骂 除了何云伟 自始至终都是捧着胶 按照老郭的说法是,小伟脸皮薄 等到郭德纲成名之后 只要带徒弟参加,必带的人肯定是何云伟 那个时候的曹云青还是在台底下和其他徒弟一起充当观众 正因为如此,当何云伟选择退出并且恶语相向的时候 郭德纲心中的痛可想而知 所有人都可以退出并且说出郭德纲的不是,只有何云伟不可以 在这次直播中,何云伟正式回应了学费问题 明确表示自己学艺的过程中 郭德纲从没有收过他的学费 何云伟的这个正式回应也算是拆了曹云金学费的台 谈指一回间,何云伟已经离开德云社11年了 但他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郭德纲 从侯耀文目前拍照,到拜师侯耀华 再到如今直播卖货 何云伟一直在消费郭德纲 反而在向省传承发展的道路上,渐渐没了踪影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何云伟直播将近两小时 销售额突破12000元 按照提成分比,何云伟可以拿到2000元左右 两小时2000元虽然不少 但比起那些带货的网红主播,真的差太远了 郭德纲曾说过何云伟脸皮薄 不能打不能骂,说话都要关起门来单独说 可直播带货却不是脸皮薄的人能做得来的 挨骂两小时才赚2000元 不知何云伟此刻作何感想